民進黨所建制的侯友宜市長 他第一時間就請市府的各局處 全力協助而且救治 當天也趕赴醫院來慰問 而且拜託醫院要來全力的來救治 侯友宜不只做到這樣 他也很早就在今年的7月 還有今年的11月 就提出相關的具體的治安的主張 包含了黑道幫派審議委員會 幫派吸收未成年者要加重其刑 昨天在政見會上 他不僅表達了自責 而且也具體的來提出 所謂的來修少年事件處理法 降低年齡到14歲 以及推動法令來處理校園霸凌 以及暴力的高度相關 但是呢 我們可以看到賴清德昨天提出的是 社會安全網2.0 請問1.0破掉了2.0補得起來嗎 還是你又要大撒幣花更多的錢 但是讓第一線補這些中央沒有辦法補起來的漏洞 這一些不良的物品進入到了校園 老師校長負責嗎 還是犯於你來負責呢 民進黨用人權用自由的名義 讓許多學生擔心害怕 更讓家長無所適從 而這些黑鍋是誰杯 這些黑鍋是老師杯 這些黑鍋是校方杯 這些破洞你們用人命在補 這些破洞你們都沒有看見嗎 打著自由打著人權 但是受害的都只是那一些孩子還有學生而已 字幕說他們也可以示範 明天後のABC 有,还有,還有, obe rural人 ��力 對